相信大家都无法忘记之前轰动整个娱乐圈的做头发事件 网友也将之运用在生活中作为调侃 但对于当事人李小璐来说 这就是量成错误的开始 事情发生并且曝光之后 他的名声就跌入了谷底 原以为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多年 也该被人们所淡忘了 不料在李小璐40岁生日这一天 又在李小璐的评论区罢评了 就在前几日啊 李小璐刚刚度过了自己的40岁生日 尽管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精神状态也很好 但是看到如此状态的李小璐 难免会想起他前段时间罢评网络 热搜榜的丑闻 于是评论区呢 除了收到大家的祝福以外 竟然还出现了满屏的做头发 哎果然明星啊 一有了丑闻呢 就很难再被观众粉丝们信服了 一个劣迹艺人的称号 便像烙印一样 烙在了大家的心中 而此事的最大受害者便是蒋南亮 这是一个把全世界给了爱人 却没有得到回应的男人 他们原本是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 女儿甜心呢 更是自从参加完真人秀之后 活得一塌糊涂呀 没有想到这样幸福的家庭 却因为一场风波而发生的变故 蒋南亮也突然变得沉默寡言 回望过去李小璐与蒋南亮 能够在一起真的很不容易 特别是蒋南亮 为家庭付出的太多太多 更被人称为宠击狂魔 可见他有多么的爱李小璐了 人们对他最大的印象 是来自于他的婚姻 这也怪不得别人以偏概全 实在是蒋南亮在某些时间段里 也将人生大部分精力 放在了追求心仪的女孩 经营婚礼 成为一个好父亲上面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呢 让之前倾尽全力的爱一个人 成了蒋南亮一个人的独角戏 大家更多的是惋惜和心疼蒋南亮 离开一段婚姻 也离开了那一段 不断失去自我的生活 蒋南亮也抛弃了邪心路线 开始变得更成熟稳重 很多人都希望他被李小璐带来的棱角 能尽快被磨平 迎来事业和生活的安定 而他最近发文官宣与郭金飞 熊子齐等人主演的《珠爱家族》 这对蒋南亮来说 可是宣布了个好消息 在他的微博上 蒋南亮不仅在为这部新剧打call 还不忘幽默地调侃 他的好搭档郭金飞 网友们也纷纷在下方留言 恭喜恭喜 看来大家都很期待这部剧的开播 大家也都希望蒋南亮 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真正幸福 谢谢大家